位于东大门夜市旁的露天咖啡 是许多在地人以及外地游客逛街后 选择休息喝口咖啡的场所 开业至今将近两年 受到许多人的血爱 为了回馈消费者 目前业者特别邀请中部知名饭店厨师前来 表演现签生鱼片的分解秀 也将生鱼片现场分享给现场游客 大家吃的是赞不绝口 为在福艇路跟成功街口上的红色货柜 醒目的外观让来往车辆或路上行人 都会想多看一眼 这间露天咖啡开业到现在将近两年了 是许多在地人还有未来游客 逛街之后选择休息喝口咖啡的场所 业者为了答谢来店的客人 日前特别邀请到中部知名饭店厨师前来 表演现切生鱼片分解秀 青肝、鲑鱼、龙占等高级生鱼片食材 在厨师的刀工分解下 变成美味的撒西米料理 让现场参加民众失之大动 五星级饭店的一个大厨 那因为他们刚好是来花莲旅游 然后特别邀请他到我们店里来 为我们展示一下说 为什么我们花莲的料理跟外地的料理 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差异 我们今天的鱼种有龙毡 然后鲑鱼 然后还有鲑鱼 然后还有一个是青肝 日本的青肝 所以这些鱼类都是算 蛮高经济价值的鱼类 因为我们是邀请大家朋友来吃 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在收费的活动 业者表示开店将近两年 不管是店内饮品或者是甜点 都获得来店消费者青睐 开放式的空间就是希望让来往游客 可以经过短暂休息之后 再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业者也强调 未来这样的美食分享活动 会不定时推出 就已回馈消费朋友 对于露天咖啡的支持 借着我们顺华联时报道